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跳不管是冲置还是踏板 黄长洲都做得非常到位 这一跳黄长洲跳出了8米19的成绩逆转占据第一的位置 这一跳黄长洲跳的时候有点偏右脑 不然估计这一跳可以更远 在第四跳的时候黄长洲似乎找到了感觉 这一跳在逆分0.9米每秒的情况下 黄长洲跳出了8米00的成绩继续占据第一的位置 或许是为了超越黄长洲这8米19的成绩 高清龙第四跳选择免跳去拼后面两跳 结果在最后两跳中也未能实现超越 最终黄长洲凭借着8米19的成绩无须念夺光 而高清龙以8米13的成绩获得亚军 二者只差了0.06名 而黄长洲和张药馆都以7米83的成绩瘋获第五和第六名 这也让黄长洲无人达标东京奥运会 虽然黄长洲这8米19的成绩并不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但是在受到疫情的影响 在比赛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 这个成绩也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也期待黄长洲和高清龙还有张药馆 在即将要开始的东京奥运会中 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下题这次由我大手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